迪钠岩不是很健康吗 有看上一集就知道 胎岩的确是把钠减了一半 但多了一半的钾代替 钾里面还有辐射的钾似食 到底能不能吃的安全 我们继续追踪 辐射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跟钾 跟钾的好处 我觉得它是要一起考量 那辐射这个是迪钠岩 你不可能有吃到一个 不含假事实的钾 不管是今天是一个富豪 还是一个平民 还是一个总统 还是一个立委 你吃到的任何的含钾的食物 它就是有假事实 没有人可以避免 所以我是觉得它 你不要去考虑它的 辐射的问题 因为它就是永远就是存在 它是没办法避免 它是人体必需的 人体没有钾的确不行 钠钾钙都必须在体内 可以维持平衡才不会生病 但为了减钾 加进了钾来代替 真的必要吗 我们访问了 从卫福部退休的组长 因为你氯化钾 对不对 拿掉了50% 你的咸味就降低一半了 对不对 那钾的含量也降低一半了 所以你一定要加 氯化钾下去 让它的咸味增加嘛 为什么要加氯化钾 是维持咸味嘛 没有加氯化钾以后 那个盐巴根本不能吃啊 甲的来源一定是天然的 对 可是天然的有屏蔽效应 是 它是一个错化合物 嗯哼 它有屏蔽效应 可以遮住啦 可以遮住 所以辐射跑不出来嘛 你把它存化出来以后 那拿掉了以后 这个氯化钾本身 它没有屏蔽效应 所以辐射一定出来嘛 文老师所说的屏蔽效应 就是当辐射遇到无机物 像是矿物本身会产生屏蔽 例如它原本是埋在地底 或矿石底下的 遇到有机物 像是皮肤就没有屏蔽 辐射就穿透过去 那当简纳炎的钾和钾放在一起 辐射钾40 测出来是8000多倍克 代表钾辐射剂量 在钾的屏蔽之后 钾是无机物 那辐射被挡掉了 仪器还会嗶嗶叫哦 那实际上没有屏蔽的话 辐射剂量恐怕更多 还有吃到肚子里面 是没有屏蔽的 现在人类为了利益 为了很多的原因开采出来 辐射量就出来了 台湾以前文符色变 你还记得是什么事吗 因为这是隔着铁门哦 如果这打开的话 里面那个机量更高 这个铁门那么厚哦 它还是因为穿过来 在铁门外 仪器测出是0.48韦西佛 比环境背景值的0.2 高出了24倍 这个门就是一个屏蔽 进到屋子里面测出来 树值会更高 我们不是用辐射屋来吓大家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台湾辐射屋之父还有居民们 还深受其害 曾任辐射受害者协会会长 花了毕生的心血 带着辐射屋受害住户抗争 争取权益 到家家户户检测辐射量 却也因此过劳中风 半生不随 建材的法定限量是1万维希佛 现在食品有辐射 应该限制要更严格 更何况吃尽肚子里面没有屏蔽了 氏染界所有的放射性元素 如果都不被那些无机物遮蔽的话 我们人拯救在高辐射里面 我们就会完蛋 你把氯化钾存化了 其他所有的无机物都没有了 那氯化钾它就单独存在了 那它的遮蔽效应就没有了 辐射就出来了 现在你换在盐巴里面 它唯一可以遮蔽的就是氯化钠 那 唯一可以遮蔽的 所以它可以遮蔽的就大量变少了 其实那非常管道的存在 运动一定要最多嘛 然后奶粉 然后各种的法靠定 或者是那种维他命C 甚至在病人用的那个电解 电解质液 补充液 不知道那个 很多里面其实都很假 但是它的辐射计量 如果你说硬要说辐射计量 它不会到辐射仪器的0.2维希佛BBB 对还包括了巴西坚果香蕉 红萝卜 这只甲都是身体必须补充的 但是不会让辐射仪器BB叫啊 一般人可以吃 但不能吃假的肾脏病或喜肾病人 全台有9万人都要避免 因为这群人排不掉假 比如血液透气病人 它会透过说两天一次啦 比如说礼拜一喜肾四个小时 礼拜三四个小时 礼拜五四个小时 才能够说把假离职把它排掉 移气BB叫 不代表我们人的身体的接受到的剂量 因为它那个β是很弱的 真的是造成我们人体的 我们健康的伤害 你就要选用另外一种 单纯量那个β 量伽玛的不能够量到β 对 所以你的刚刚讲的0.8 是含有低能量的那一块 伽玛跟β的总和 一贝克等于0.0062为係否 不管是天然的 不管是人工的 对人体的不好 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远离吧 就这么简单 能够避免就避免 不管人工天然 就加总在同样的角度去看 那目前刚刚有说过 云人会有并一个天花板子 美工课二十贝克 大家安得在那个素食之下的话 那新进国家也都有做过一些科学风险评估 一般正常人这样子出入 采出一些食物的这种接触下是没有问题的 每公克十贝克那就是每公斤一万贝克 我们进口的日本辐射食品都是定在每公斤一百根无数贝克 而这个辐射假四十等同建材钢筋水泥辐射的剂量 竟然没有更严格的法规 而建材钢筋还有遮蔽 大部分是那个柱梁的旁边呢 你夹上一个什么 千板 千板 对 所以离它远的 美国CDC开中名它的网页开中名就有个叫Alara A-L-A-R-A 什么意思就是 As low as reasonable achievable 就是说这些辐射的物质或者辐射的环境 你不得已的话 因为你的工作 因为你的职务 你的像飞行人在开飞机 它一定要罵造风险 不得已 但是一般人 你会避开的地方 美国CDC的Alara指引 就是指低到尽可能合理可以达成的 或者是叫做辐射防护最优化 除非你受有辐射的力是高于B 才去接受辐射 否则是没有必要的 另外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认为 某些暴露应该被视为没有正当性的 除非有特殊情况 进一步分析才能避免 例如像是故意添加放射性物质 或者是通过活化增加食品 饮料化妆品玩具 还有个人珠宝这些产品的放射性活度 又像是癌目病人 他用核能膨中子去对付攻击癌细胞 你暴露在较高辐射剂量的利益是大于B的 所以就接受 对正常人来讲 假40的辐射能够被代谢吗 它就是应该就是水分的这种的一个代谢 流汗的时候不是汗水也会咸咸的 请问一下你们有研究过说 这些天然的辐射在体内的状况吗 呃这部分我们大概还是以参考先进国家为主啦 因为像就是没有这样的标示 对我们没有特别去做这一块 特别就是天然的核种 然后还要看它对身体的影响 甲钠啊什么 盖啊什么都会代谢 但是呢 它会跟骨骼结合 变成骨骼的一部分 骨骼就有直射性 骨骼又是制造骨髓的地方 但我如果从小开始吃 吃到了 那就是累积性 它这三个东西的成绩 时间剂量距离 嗯 就这样子 合起来才是它真正的美汉结果 赫利维博士是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核子工程博士 也是加州博克莱大学博士后研究 学的正是 辐射和细胞的作用 是他们的必修课程 赫博士拿出了侦测器 环境背景都是在安全值 但是依靠近减纳炎 这还是三年前买的流到现在 23 27 再往上标 这相对值 26 25 比较远一点 这市面上 连厂牌都没有 所谓 这种 酷腰 就是酷腰 对 这一个有到3 2 这个有到4级 所以你如果要这样讲 那每个演唱会都不要去 那也不要上街 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苦涩 低纳怎么健康什么 什么美味炎 是 是一个商品的噱头 那事实上身体 它才不理你饮食 是一三七发出来的 还是又二三五发出来 它不管 那到底该怎么吃呢 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平常心去面对一个饮食 你不要过度强调说 这个很好吃很好吃 那很好吃的结果 里面就是高纳 相信你的心中 已经有一把尺了 知道该吃 不吃 还是少量吃 台阴和原能会 食药署都说 安全 那你呢 我会避开辐射就是了 喜欢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留言 烂小英文逆王 会尽媒体第四拳的力量 为各位把关和监督 追踪实案的问题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